舒淇帶阿布弟弟挺大喜 大肥年團圓連吃三拖 在台過節的舒淇 原來這麼會吃啊 蘋果除了捕獲野生舒淇 嗯 包成這樣怎麼知道是它 翻翻舒淇的微博日誌 毛毛 check 外套 check 是舒淇無誤 他超有義氣的帶著阿布弟弟 來挺好姐妹林心如的大喜臨們 嗯 剛教我女孩對不對 嗯 叫什麼 你叫什麼 教室 不 哇 哈哈哈哈 你還在 我會講不一天 不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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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生氣了 他沒有推薦阿嬤要哭 舒淇看完的心得是 下次可以提醒我戴纸巾吗 不是搜搜喜记吗 大喜好心力可以搞哭影后 看完电影 舒淇带着阿布上小黄 好想妹妹抱一根个儿哦 不知是不是在想一对儿女 还是绯闻男友尽才 一上车就忙着录手机 她到复兴南路下车 惊人 又跑去茶馆吃吃喝喝 春节第三天就吃了三汤 聚餐结束突然跑出好多亲戚 还没带男友什么时候结婚 相信舒淇的亲戚 不会问这些五四三 倒是这场家庭聚会 没有绯闻男友精彩身影 回想去年春节 他们口是一起共度 但今年阿财与人在美国拍片 舒淇就回台陪家人 只是吃完饭 她就跟阿布弟弟分道扬镳 阿财不会是还要去吃谢阿姨托吧 苹果威乐新闻 你们不是大魏女王来这报导 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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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财